由国立故宫博物院和花莲新政府教育处 共同合作 办理的故宫一起玩数位微型特展 倒数第二站是移私到花莲 28号是在花莲智慧教育中心开幕 展期到10月8号 而第一批体验的太昌国小六年级的同学 是透过数位科技的互动 认识远在台北以及嘉义故宫的典藏文物 近距离的赏玩了故宫的国宝 国立故宫博物院与花莲宪府教育处合作 28日起在花莲智慧教育中心 举办故宫一起玩数位微型特展 巡回全台12处倒数第二站移私花莲 融入金针花等地方元素 呈现橙色主视觉 而为了让偏乡学子能透过当代科技 认识远在台北及嘉义故宫的典藏文物 活动还赞助偏乡3000名学子车资观展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台湾各地的小朋友 可以更加容易的去接触到 不够的网络知识呢 所以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个数位方式 然后结合最近很流行的创客的精神啊 然后STEAM的教育等等的 然后以及这一次 这几年开始执行的108课章 那108课章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素养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数位教育 然后来推广这个布公的文物知识 我也谢谢这个布公 我们文化部布公 有这样子的元件 让在这个地图比较遥远的县市 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艺术下向的 我们的布公的循玫 数位车能够透过数位科技 把我们很多浩瀚的我们的历史的文物 能够透过科技来给大家看 但是这位阿姨还是要跟大家说 其实最大的宝藏还是进到国务馆去看 第一批体验的泰昌国小师生 对于能近距离欣赏认识故宫国宝觉得新奇 虽然我们不能去故宫嘛 但是呢可以在这里呈现这个动画 然后让我们看了故宫的文物 那让我觉得很高兴 希望就是小朋友经过县内的这些 蛮公益的活动 让孩子多接触我们未来社会以后的驱动 跟这个脉络 让孩子有更宽广的视野 我们这次的参展部分 其实已经达到有一千人次的来做参展 那其实我们涉及的部分也蛮广的 也有从中区来的 那从最远的还有从复原国小 他也来做这个参展部分 特展透过当代科技 了解故宫珍藏文物 让文物知识与日常生活连结 并符合108克钢核心的培养 规划五大展区 像是品茶序 利用3D投影光雕 认识乾隆皇帝最爱的三清茶 还有南淮人的昆宇全图 AR扩增实境体验 以及狼市民数位百骏图 让学生将自己上射的骏码 耀燃在投影里 故宫一起玩数位微型特展 及也起展出至10月8日 全区免费入场 最后五天展期开放一般民众参观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